今天老師要為同學介紹的是自然科的理化部分 在這一塊影帶裡面 兩個小時老師要把自然科裡面 同學感到計算題很多 記憶的東西也很多 有一點像數學又有一點像社會科的理化科 來幫同學做一個解析 老師所舉的題目都是第一屆記憶測所考的題目 可是同學要注意聽 聽的是什麼 老師要告訴你每一個題目 他可能引申出來的他的觀念 以及記憶測有可能考到的怎麼樣的類似題 那從這裡面同學你要去體會到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整個過程 怎麼樣過程 如果你第一次考的不理想 你要考第二次的話 以老師這幾年看機測的題目 第一次的考題有很多 他是在第二次會同樣的範圍 但是題目雖然不一樣 可是觀念範圍他是雷同的 所以老師在這解這個題目 如果同學能夠把老師今天兩個小時所上的題目完完全全弄懂 也知道他的原理知道他的螢幕的出處 這樣子我相信你經過第一次機測在考第二次的時候 自然科的成績可以很迅速的進步 那如果同學要拚第一次機測 你就要把這裡更把它當作你已經考過一次了 這樣子你進考場看到基本學歷程的題目 你就不會害怕 因為題型你都摸熟了 觀念你都懂了 相信自然科一定會拿到很高很高的分數 好今天我們就開始來上今天的課程 首先我們看到理化的第一題 下列各種加頻廢棄物質中 哪一個可以用來製造肥皂 同學麻煩你把這個肥 這個肥字給他圈起來 肥我們就想到肥之之 擠出來的油 那這個油注意你 這個就是我們可以食用的 可食用的油 像植物油、動物油、沙拉油、花生油這種活在地球上 目前活在地球上 生物我們把它炸出來的油是給我們吃的 那如果埋在地底下挖出來的 像石油這些東西是給機器用的 所以製造肥皂是可以吃的油 底下油回鍋油 老師回鍋油很髒耶 這題目不是考你髒不髒 是可以哪裡可以用來做肥皂的 所以我們答案是選A 答案我們是選A 好啦第二題 這題目是在考什麼? 物理的光學 光學老師要跟同學講 只要光學的角度問題 光學不管折射角、路射角 一定要先找法線 一定要先找法線 這一定要記好 先找法線 因為有了法線才能夠找到角度 好這樣子OK了 然後因為折射速度大 跟法線的甲甲就大 跟老師唸一唸速度大 角度大 所以現在告訴你的是什麼? C大於A大於B 好啦 C大於A C是什麼介質? A是什麼介質? 甲 V是什麼介質? 乙 所以C大於A大於B 角度大 速度就大 所以現在速率的關係呢 就是 丙、甲、乙 所以答案是選C 答案是選C 了解嗎? 注意喔 不要只注意答案是什麼 老師所給你講的重點 這是將來你面對機測的時候 他可以引申出來的題目 一定要記好 技巧以及他的重點所在 好 看第三題 小華看見外公將收割留在田裡的稻草燒成灰 就問外公 燒稻草是做什麼啊? 外公說 稻草灰可以做肥料 又可以綜合土壤的酸性 請問 這個稻草灰裡面 的成分是什麼? 這個題目 老師要同學特別記住 國中 課程裡面 老師一直跟講說你要注意3K 這個不是義大利那個黑手檔3K檔啊那些黑社會的 3K是哪3K? K2CO3 KNO3 以及KOH 記好喔 這3K非常重要 如果有上過老師的課 當然那是你的幸運 你這個題目你就會寫 這個老師都會跟國中生提起 這是什麼? 草灰碳酸幹 這是什麼? 碳酸甲 這是什麼? 硝酸甲 這是什麼? 氫氧化甲 好 所以就叫甲肥 所以它主要是碳酸甲 所以 主要的是誰? 碳酸甲 答案選 第四個 D 好 問題來了 有的題目老師會考你喔 這個為什麼它可以綜合酸性? 因為它本身是鹼性 怎麼看? 老師教你 鹽 如何判斷酸性鹼性? 看它原來的材料 看它原來的材料 因為這個東西它是什麼合成的? 它是koh koh 去加誰? 加碳酸 強鹼酸合成的鹽就會偏什麼? 鹼性 所以這是鹼性 弱鹼性的鹽 除了它還有誰?你知道嗎? 碳酸 吶 碳酸 氫吶 也是非常喜歡考的 好 碳酸吶 碳酸 氫吶 這個都是弱鹼性的鹽 所以可以綜合酸土 所以答案選 豬 好 第四題 第四題考什麼呢? 考物理的 水的三態 水的三態 老師跟同學講 這一種題目 水的密度 水的密度 D知道嗎? 符號是密度 水的體積 這兩個圖 你一定要記得很清楚 老師都教同學怎麼記 簡單明瞭告訴你 D 凸出了 所以它的樣子凸出了 V 凹下去 所以它一樣 凹下去 對不對 輕鬆愉快 什麼意思? 4度C的時候 密度最大 4度C的時候 體積最小 Bingo 你上了那麼久的梨化 你有想到這個嗎? 對不對? 這就是不一樣的地方 不會忘 又容易學 好 現在給你們問什麼? 請問密度跟溫度的關係圖 那答案不就是選 V了嗎? 很簡單對不對 這沒什麼 這只是老師多一層 幫你能夠記得更清楚的方法 那考是為什麼考? 要考你冰變水啊 水變冰啊 問你從2度C到10度C 請問密度怎麼變化啊? 體積怎麼變化? 只要這兩個圖翻出來 還怕他考得有多難 懂嗎? 這就是老師要跟你講的 注意 不要只注意答案是什麼 老師跟你講的這些重點 老師教你的一個記憶的技巧 你都要記得很清楚 接下來我們看到第5題 第5題他說 圖3 為抹原子的模型式意圖 他說這是原子模型 原子模型 誰提出來的? 拉賽夫還記得嗎? 發現子子哪一個? 發現子子之後他提出原子模型 好 以粒子跟丙粒子在原子核裡面 其中以粒子帶正電 請問 有關該原子的敘述 何者錯誤? 記住喔 這個題目的關鍵在哪裡? 還記得嗎? 老師有跟同學講過的 在學校老師 理化老師一定會跟你講 在原子核裡面的是什麼? 在原子核裡面的是子子跟中子 中子不帶電 子子帶正電 對不對 然後外面是什麼? 外面是電子 外面是電子 所以在外面是帶負電的電子 所以這個電子就是假 好根據這個 我們來回答問題 這個東西是什麼? 好來 要說什麼 原來的原子序 來記住 這句話要自己要記住 原子序 等於子子數 子子數 等於原子序 等於子子數 用來判別 原素的種類 原子的種類 就是這個子子 子子有幾個 他的座號就是幾個 那如果是中性的原子 就是不帶電的原子的話 那正負電就會一樣多 正負電 這裡是帶負電的電子 這裡就會一樣多 那如果今天變成離子的話 這個會改變的 原子核裡面的東西 不會改變 在我們國中的化學 會改變的就是電子 德式電子 好所以他說原子序 是二 正確 不選 他找錯了 假粒子不帶電 錯 他帶負 什麼 負電 丙 丙是中子 中子 不帶電 所以 B的答案 寫法 第三個 一個 你的質量 跟一個 餅的質量 非常相近 沒錯 子子的質量 子子的質量 跟中子的質量是什麼 是什麼 是約相等的 但是實際上 中子會比較重 中子會比較重 好約相等的 所以正確的答案 是選哪一個 選 C 好那第四個錯在哪裡 他說 請 注意聽到嗎 該原子 該原子 他是找 正 去找錯誤的 所以C是對 我們不選 剛剛是什麼 B錯了 對不對 B是什麼 B他說什麼 假不帶電 假應該帶負電 丙材是什麼 不帶電 他寫反了 所以錯誤的就選 C是對的 C是對的 好這個題目找錯誤的 那第四個答案呢 第四個答案 該原子的質量 約等於 乙加比 乙加比 子子加中子 來 這個題目 也要記好 子子的數目 加中子的數目 這個 基策已經考過好多遍了 就會等於 所謂的 質量數 也就是 大約 就是原子的 原子量 記好喔 這個題目就是在考慮 很多的觀念 第一個 原子序 等於 子子數 原子序 等於 子子數 原子序 等於子子數 用來 看別什麼 元素的種類 子子的質量 等於中子的質量 子子數加中子數 等於質量數 這幾個重點 基策 往後還是會 繼續在考 所以這個題目 錯誤的答案是選 B AC株是正確的 好接下來我們看到第六題 他說 繡繡取了不同的物質 依下列的流程 進行實驗 並 觀察結果 這個就是我們 非常有名的什麼實驗 乾六 乾六 好 請問 他說什麼 在 鋁箔包起來 開始加熱 開始加熱之後 他會冒煙啊 他說 請問這個實驗 不會得到 如果用哪一個東西 就不會得到上面的結果 這個題目 同學麻煩註明一下 他是乾六 他是乾六 第六題的題目是在考 乾六 好 這在有記錄是非常 重要的一個實驗 乾六 那有記錄 有記錄他題目 換成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底下哪一個 不是有記錄 哪一個不是有記錄 答案你當然是選什麼 選A 因為實驗是 NACL NACL 沒有碳 光是這一點 他就一定不是有記錄了 還記得嗎 有記錄一定含有 碳 但是含碳的不一定是有記錄 那你今天不含有碳 你說老師他這不是碳 抱歉 這兩個是要在一起 這叫CL 這是綠 這是綠化納 他沒有碳 所以他一定不是有記錄 所以 如果你拿實驗來做這個實驗 是做不出 以上面繡繡所做的 做出的結果 所以這題目就是考你 以下合者不是有記錄 所以 食鹽不是有記錄 所以答案是選 A 答案是選A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到第7題 好同學接下來我們看到第7題 他說在室溫時體積為100 升的真空密閉容器裡面 通了28克的氮氣跟32克的氧氣 然後加熱讓它產生反應 他說他給的反應是N2加兩個O2變成兩個NO2 同學看到這邊的時候 同學有的時候已經被害怕了 胡桑桑這是在講什麼 結果看完題目 繼續看完 他說反應前後容器的體積跟溫度不變 而且它是一個密閉容器 請問最後的平均密度是多少 這個題目他總共考了兩個觀念 第一個觀念質量守恒 如果你在一個密閉容器裡面 不管他發生的是物理變化化學變化 他整個質量是不會變的 第二個觀念考慮是什麼 質量 等於密度乘體積 密度等於質量除體積 還記得嗎 所以很多同學就害怕 他以為要算什麼偉大的 結果不是 不管裡面怎麼反應 不管裡面怎麼反應 他的質量他給的就是28克加32克 體積不變 所以體積是100升 所以這個答案 既然是這麼簡單 就把質量加起來除以體積 所以答案就是0.6 答案選C 答案就是 60除以100 就等於0.6克 公升 所以你注意喔 這種題目 你不要以為題目很長 就很難 仔細的看好 把他的觀念搞清楚 質量守恒是什麼 質量密度體積 再問什麼 你就很清楚了 好底下 第八題 第八題在考慮什麼 估計值 跟最小刻度 老師先舉個簡單例子 比如說現在有2.543公尺 我要同學記住一個觀念 這個小數點前面這個個位數 就是這個單位 因為個位數的單位就是他 那我們的 我們的 最小刻度在哪裡 後面 估計值只有一位 所以最後一個是估計值 最小刻度就在這裡 最小刻度一定是 估計值前面這個 估計值只有一位估計值 估計值我們不會問單位的 我們就問最小刻度的單位 這個就是最小刻度的單位 最小刻度 懂嗎 最小刻度 好 然後開始 公尺 注意喔 離 隱 丈 尺 寸 分離 離 隱 丈 此 寸 分 離 你一定要記在腦袋裡面 因為這個考卷上面不會給你的 所以 公尺 再來呢 公寸再來公分 這個最小單位就是什麼 最小刻度 最小刻度就是什麼 公分 這是一個很基本的考法 但是現在這個題目比這個來的簡單 所以你要 要會應用 他告訴你一把直尺 就像你們現在 在考場裡面 你們在 你們的 千筆盒裡面的那一種 小尺 他的最小刻度是什麼 是 MM 是公里 最小刻度是公里 那我們從這個圖畫出來 他是多少 3公分 整 剛剛好3公分整 可是 因為他的最小刻度是 所以我們加個0 這個0是最小刻度 不夠 因為他剛好 所以他的估計值我們取多少 取0 所以我們正確的標準 的寫法就是 3.00 公分 雖然他是3公分 可是我們 因為我們用的工具不一樣 所以我們準確的 最小刻度不一樣 所以這裡是最小刻度 MM 這個3 3.00 因為他問的是公分 所以是3.00公分 答案是選 C 同學 老師要再提醒你 最小刻度的題目 是我們進 國中 高 國中國二的時候 第1章的 基本題 你要把它複習好 這是基本分數 不能在這種 題目裡面 輸給其他同學 再來看第9題 好 第9題 他題目問什麼 他說 右邊甲椅 塗右邊塗漆這裡 是均勻 材質 木板上的 兩點 好啦 這個題目 他在 準備要考你什麼 同學一看 大概 經理就明白了 這個不是運動學 就是 公允男的 的確 你的靈感不錯 那我們就來看囉 他說 秉為水瓶 地面上的一點 這是 這是夾 秉為水瓶上面的一點 阿福將貨物 這個貨物放在這裡 一個貨物 放在這裡 他說 從上面自由滑下 由於摩擦力的作用 同學 第2行 這個題目 摩擦力 框起來 最後 填在這裡 請問 從 乙 到 餅的 過程中 能量 有什麼變化 來 這把能量 這個題目 很多同學 考公允男的 題目一直在 一直在 背公式 可是不會用 反而 公允男的 題目 喜歡考 你看那個歷屆考題裡面 考公允男的題目 都像這樣子在考 95年還考一個什麼 摩天輪 有沒有 美麗華摩天輪那個 未能動能 所以這種題目 你不要一直 拘泥在這些 公式的計算 觀念要懂 來 老師跟你講一遍 從上面下來 未能變動能 就好像 這反差 這個 從高度 掉下來 會變成 有速度 有動能 動能下來 來到的時候就平了 這裡的動能 就好像我們騎腳踏車 不再騎了 踩煞車 慢慢慢慢慢慢 就 停下來 他就問你這個過程中 能量的變化 而且他只問你 移到 秉的過程 好移到秉的過程 動能在什麼 踩煞車嗎 動能在 減 少 可是 因為他的高度沒有變 所以未能不變 好所以答案就選 動能減少 未能不變 動能減少 未能不變 答案是選 第四個 動能減少 未能不變 再說老師按能量到來去了 被摩擦力消耗掉 轉成摩擦力 消耗掉的能量 變成散亂的熱 消失在空氣中 所以你要知道這些能量的 轉換 我 趕快把課本的基本概念翻出來 老師在 我們的這本講義 後面所提的每一個單元的最基本的原理 你一定要複習 這樣子相信這些題目絕對難不倒你 他考的不難 基本的概念 好來看第十題 在礦宇宙呼喊 聲音因為越傳 傳得很遠而變小聲 這是因爲什麼 因爲什麼 來 你還記不記得 聲波的傳遞 聲波的傳遞 有講什麼 聲波在傳遞 或者是波動 他在傳能量 戒指 有沒有看到人家在跳 波浪 有沒有 人只是上上下下 把能量往前傳 把能量往前傳 戒指本身 不會 跟著能量往前跑 好啦 那你想一想 假設你在家裡 洗臉的時候 一個臉盆你滴滴水下去 滴滴水下去 這個水波越來越大越來越大 是不是 後來就越來越 那個 這個波風 就會越來 這個水波的高度 這個我們叫政府 就會越來越小越來越小 重要物件 為什麼要這樣子 很簡單的道理 假 我們現在用一個簡單的題字 假設我們來分錢 100塊 這裡 100塊 給10個人分 到了後來 每一個戒指 每一個水分子都戒指 可能會給1萬個人分 給1000萬個人分 那每個人分到的錢 是不是數目越來越少 相對的 這個能量分的越來越少 所以你就看不到他的什麼 政府了 所以水波就會越來越小 聲音也是 今天我們講話 聲音傳出去 越傳越遠 分道樂 範圍越大 這時候你的聲音就會越來越小 這最主要跟怎麼有關 這個跟能量有關 能量就是什麼 震動的幅度 我跟同學一直講這個觀念 政府政府 政府政府 人量人量 人量人量 你說老師他這樣怎麼記 很好記 因為響度 音調音頻 響度喔 你看喔 響度 聲音的三要素還記得嗎 響度 音調音頻 老師就跟同學講的啦 你這個東西如果你想像快樂一點 你就會學得很 欸 響度 很簡單 洋度豬度牛度 政府 豆腐臭豆腐 豆腐乳 有沒有 這是多食物 啊吃了食物你會什麼 會 會有power 所以你就記住 響度 政府 人量 是同一過 問響度大小不是問政府大小 就是問能量大小 簡單明瞭 懂嗎 這就是你讀書要費的技巧 你不要拼命被變得進考場 一緊張什麼都忘光了 記錄啊 很好記錄啊 吃羊肚 吃牛肚 看你喜歡吃什麼肚 看你喜歡吃什麼肚 豆腐 豆腐肝 這個 都會有能量 這個就政府 響度 跟能量有關 OK 所以這個答案在考 這個 三音的三要素 很重要的一個基本概念 所以第十題 答案選A 你不要只選A喔 下次搞不好就會考你什麼 考你考頻率喔 改考波長喔 知道嗎 這個同樣的單元要再復習一遍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到第十一題 第十一題 他在考你什麼 他說 XYZ代表三種相異的元素 現在有一個方程式喔 看到這個方程式 同學其實大概腦袋裡就要知道 大概要考什麼了 道爾吞的原子說 的確他說依據道爾吞的原子說 原子說的精神是什麼 左邊有什麼 右邊就要有什麼 左邊有幾個 右邊就要有幾個 所以 你看這裡 這裡X已經有了 所以我們把這X拿掉了 現在是不是有兩個Z 兩個Y 你說老師 這邊寫在 右下角 這邊寫在前面 原子的數目 OK的 只是它是跟人家結合 好 那我們這個假裡面要擺什麼 才會有兩個Y 你看他的答案 有YZ啊 對不對 有YZ平方 Y平方 Z啊 以及什麼 Y平方 Z平方 你擺進去 乘上這個2之後 哪一個會等於 都兩個 當然只有誰 只有第一個 第一個 乘上去 剛好兩個Y 兩個Z 其他的乘上去 跟這邊的數目不合 所以 根據道爾吞的原子說 反應前 反應後 原子的 種類 數目 質量 不變 所以 這個答案 我們要選 A 答案 我們要選 A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 第12題 好我們來看到第12題 他說 哈納製造一個簡單的燈泡電路 發現燈泡太亮了 為了讓燈泡變矮一點 他用了一條 直 直 他直 均直的意思就是說 他的材料 他的質量很均勻 長型 伸展性比較好的金屬 然後接上去 他說 接上去結果發現太暗了 本來沒有接這個 燈泡很亮 接上去變太暗了 請問 他要怎麼樣處理 才能夠讓他 比原來的量 但是比現在這樣來的 比現在這樣來的量 比原來來的暗一點 這個題目就是 靠你什麼 電阻 不要忘了 電阻 電線的電阻 老師都叫什麼 同學怎麼記 LO LOA 知道嗎 洛杉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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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A LO LO Area 對不對 就是什麼 區域面積 跟長度乘正比 跟 面積乘反比 越長 電阻越大 如果你這個 電阻線越粗 電阻就會越小 這有點跟我們的水管有一點相像 對不對 在長度越長 你水流的越遠 走過的路越長 電阻越大 所以現在我要讓他的 電阻 減半 減半就會讓他稍微亮一點了 所以怎麼樣才能減半呢 要嘛 減半喔 減半的意思是 電阻要變小 所以 我們 就有幾個方法 他說 第一個 把他的長度減半 沒錯 長度減半 正比 減半他就會減半 可以 好那我們看看 第二個呢 如果把長度加長 電阻變更大了 電阻變大 送出來的電流 因為串連 送出來的電流就越少 反而更暗了 他已經嫌他已經難讓了 這樣更暗就不對 再說 將厚度 注意喔 這個厚度 他說原來是這樣子 厚度切掉一半 厚度切掉一半 代表這裡的 截面機是 變一半 那 電阻 越細 越細 他的電阻 反比嘛 變一半 電阻變大 所以你會發現 V C 這兩個答案 甚至 V跟C 這兩個答案 電阻都是變大 都是讓他變大 只有 A的電阻 是讓他什麼 變小 那D呢 D 他說長度減半了 但是 厚度也減半了 剛好 一個變大 一個變小 所以 這個是什麼 不變 但是 我們現在找什麼 早要讓他比原來這個地方來的量 所以要找電阻變小的 所以答案 12題的答案 我們要選 A 同學 老師這一題為什麼要特別要跟你解釋這個 機測 機測在這個 電阻 電阻 特別是電阻的歐姆定律這一段 考這個觀念 考得非常多 那老師順便 老師順便補充一個 今天如果你串連的話 串連的話 越串越多 電阻會越來越大 並連越多的話 電阻會越來越小 因為 並連的感覺就是電阻線 越變越粗 截面積越來越大 這順便跟同學 補充一下 下一次機測 說不定就考出來了 要小心 這個觀念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 第13題 第13題 考你彈簧 他說一個彈簧受力跟總長度的關係 這就是非常有名的什麼 虎克定律 虎克定律 根據這個圖 他說受力20的時候 受力20的時候 這裡有一個20 他說 深長了4公分 這個是看圖說故事 來 他要找 注意喔 受力20的深長 4公分 這裡是多少 這裡是20 對到28 所以這裡深長4公分 OK 那25的時候呢 來 25 25 這裡是30 30的時候 對到的是30 那麼 25的時候 對到的當然就是 他的一半 就是多少 29 所以29 減掉原來24 所以應該是深長幾公分 5公分 所以B的答案 不對應該改成5公分 好 掛任何物體 最長是32 任何物體 注意 他沒有要你強 注意 他沒有要你強調他 是 有沒有在 有沒有在 彈性限度之內 他說長度最長 這個 彈簧如果被你扯到 最後壞掉了 超過彈性限度了 他可能會變得更長 只是 後面變成彈簧壞掉 彈性疲乏 他沒有跟 他是掛任何物體 所以這個不對 他可以超過32 但是彈簧會壞掉 再來 第4個 彈簧受力60克的時候 你掛上去 雖然你的彈簧 已經 變形了 這個東西很重很重 彈簧已經被你拉了 是幾乎拉直了 但是 因為拉直之後 整個系統 整個系統 還是屬於 重力跟他的拉力平衡 只是我們彈簧 彈性 已經消失了 沒有辦法恢復原來的樣子 所以他問你正確的 很簡單 我們再看一遍 20的時候 受力20的時候 他的長度變28 原來是24 所以 很簡單 在第1個答案 28-24 身長就是4公分 第1個答案 就對了 但是 老師要提醒同學 為什麼你看 老師剛剛的思考模式 我今天知道第1個答案對的 可是我 BCD 我還是繼續看下去 因為避免說不定 有哪些地方 我們沒有注意到 那如果你在後面的 BCD發現 好像也有答案對 你就要趕快把 跟A的答案比較看看 是不是你有哪些地方 看錯了 這就是你進考場要注意的 一個 很小的 技巧 但是 這個小技巧 可以讓你避免 很多不必要的 錯誤 好 接下來我們看第14題 第14題他說 各物質中 所含的 分子數最多 好同學來了 這一個題目就是 同學 國二的時候 最痛苦的一個 化學計算 就是叫 莫爾素 那 這邊老師教同學一個 比較好記的方法 莫爾 子是用來什麼 莫爾子不是用來 化學在用來什麼 算數用的 算什麼 算質量 算克數 所以你就記住 幾克 除以分子量 幾個 除以 6乘以10的23次方 養佛交絕數 換出來都是莫爾 可以藉由這個式子來 幾克換幾個 那現在題目只要問你分子數 注意定喔 就是問你這個 那你記住 莫爾素多 分子數 就多 你要記住這個概念喔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兩個是正比的關係 莫爾素越多分子數就越多 所以這題目就看莫爾素 那莫爾素就要找到 每一個化學式的分子量 所以這個題目的關鍵就在分子量 來 我們把這個答案都算出來 第一個 他是多少 48除以 歐度 歐度上面有 原子量是16 所以兩個 除以16加16 V 氫 20克 氫的原子量是1 兩個 1加1 C 90克 H2O是1加1加16 這底下都是所有的原子量 化學式裡面的原子量 就是分子量 好最後一個 第四個 他是什麼 264除以CO2是12加16加16 好這個除出來是多少 好這個44加起來是44 好那除出來是多少 看囉 這種題目要算花一點 這地方是32 32約掉 用16約 這裡多少 32 2分之3多少 1.5 1.5 其實你只要寫分數就可以 這裡多少 20除以2 10 20除以2 這裡 其實 不用看啦 18 90除以18多少 5 這個 大概心情就要偶福了 這個10已經很大了 264除以44 就算你不除也知道 他沒有他的10倍啊 對不對 幾倍而已 6倍 所以最大的答案是選多少 選 B 第14 分子數 答案是選B 好 但是 你不要太同情 這個題目你要特別注意 下次會考你原子數 什麼意思 現在 算出來的 算出來的是分子數 如果題目問你原子數呢 我只要改一個字下一次機測就會考出來 改一個原子數怎麼辦 把裡面有幾個原子再乘上去 比如說A的答案 O2 O2是兩個原子的 所以這個答案再乘以2 就是原子數 H2 兩個原子的再乘以2 H2O 三個原子的再乘以3 就是原子數了 下一次還會考原子數的 應用 所以同學注意 你考 寫 基本學歷程的考古題 聽老師在講解 你一定要注意 這一種題目 他的範圍 他的觀念 好嗎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到第15題 好接下來我們看到第15題 在丁溫下 袖袖分別將不同質量的 二弱酸甲固體 加入10毫升的水中 充分攪拌後 測得剩餘未溶解的二弱酸甲 好底下的數據 這就是底下的數據 他請問你 這個X可能是多少 這個題目就是在考你什麼 重量百分濃度裡面的溶解度 什麼叫溶解度 飽和溶液的濃度 就是因為這個 他舉的是二弱酸甲 其實就是我們講的實驗 因為可以溶解的量固定 你有沒有看到 他的水都是10毫升 今天一直溶溶溶 到這個地方 你注意喔 他丟了3克的二弱酸甲 可是還有剩下0.3克 所以從這邊開始 代表說他總共溶了多少 溶了2.7克 自此之後 他已經飽和了 你丟再多 他也是只能溶2.7克 所以這個X就是多少 4-2.7 等於多少 1.3克 所以這裡理所當然就剩下 1.3克 好同學這裡你要注意一個觀念 重量百分濃度的時候 基本學歷車椅的 題目出過好多次 可是同樣一個重量百分濃度 一個飽和溶液 他可以包裝好多種方法 你後面老師所編進來的 這些考古題裡面 你可以再 演算一遍 一個觀念 當他飽和之後 除非你改變溫度 除非你改變溫度 不然他的濃度 就已經 到最大 那你要改變溶解的量 注意聽喔 如果你要改變溶解的量的話 你可以加水 加水的話 他可以溶解更多 但是 他不會提高他的溶度 溶解量 跟溶解度 你一定要把它搞清楚 溶解的量 就是溶解的極克 跟溶解度 這是兩個不同的名詞 同學如果你不懂 一定要趕快翻書 把它弄清楚來 因為考試 就這兩個輪流在考 好來我們看第16題 第16題 第16題 密度 0.93的冰塊 水的密度是1 如果100克的冰塊融化成水 體積 多少 你還記不記得前面幾題 是不是有考一個 水的密度啊 冰的密度 他們的 圖形啊 這個題目就是考計算 老師提醒你 冰變水 水變冰的題目 經常考考這不是只考過一次而已喔 這個冰變水水變冰的題目 你一定要 先 求 質量 因為 質量 密度 體積 對他們兩個來講的話 唯一不變的 就是他 所以我們一定要先求質量 就是說 冰幾克 水就幾克 所以 考試考一個簡單的問題 你今天到711 到冰店裡面去 去人家買那個大塊的冰塊 或小包裝的冰塊 他都用什麼來算 算幾克 他不會算幾CC 不會算體積 他一定是算幾克 冰變水水變冰 質量不變 所以很簡單的道理 100克的 冰塊 這是冰的質量 化成 融化成水 還是100克 冰喔 那就簡單啦 質量 等於密度成體積 現在要算體積 所以 水的喔 水的體積 就要用水的密度 這個地方你要小心 如果要算冰的體積 就用冰的密度 質量都一樣 所以這裡110 所以 融化後的水 體積就是多少 100立方公分 100立方公分 所以答案是選 V 答案是選V 小心 這個體積的精神 在這裡 冰變水水變冰 質量一定不變 所以先找質量 所以多少 冰就多少 冰多少水就多少 這個很重要的概念 好第十氣體 第十氣體完全就是在考 記憶性的題目 以及你的觀念 他說人體呼吸道呼出的氣體中 只含二氧化碳 怎麼可能 老師告訴你 吸進來的氣體跟吐出去的氣體 最多的都是氮氣 N2 都是氮氣 只是我們呼出去的氣體 二氧化碳的濃度會比較高 但是 我問你 我們呼出去的氣體裡面 有沒有氧氣 還是有 不然你做CPR 你一直吹二氧化碳到那個 昏倒的病人 這樣子怎麼救醒他 對不對 我們吹出的氣體還是有氧氣 只是 比較少 因為 大部分都被我們用掉了 但是你不可能用到一點都不剩 這是一個觀念 所以第一個答案不對 第二個 分泰 老實在這邊提醒你 石蕾 分泰 分紅 酸鹼性的鹽12 趕快去複習 機車還會再跑 分泰 放到二氧化碳的水溶液 二氧化碳濃於水 為濃於水 濃於水之後變成 弱酸 就是我們的碳酸 我們汽水 如果把糖拿掉 它裡面的主要成分就是這個碳酸 所以 你要搞清楚 這些酸性 鹼性 以及它的顏色 現在分泰是什麼 酸性 酸性是什麼 無色 鹼性是紅色 老師教你一個比較簡單的記法 你至少記住 分泰 分紅 分泰 分紅 都有一個分子 分泰 分紅 都有一個分子 分泰 分紅 都有一個分子 它們 鹼性 它們鹼性 都是 紅色 你就這樣記就好了 分 分泰 分紅 鹼性 紅色 那石蕾的鹼性 藍色 跟它們不一樣 這幾個飲料劑 所以 不對 他說 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的水是酸性 酸性不會紅色 酸性是無色 所以B不對 第三個 二氧化碳 通入 氫氧化蓋的水容易 就是石灰水 石灰水會產生 白色的沉澱 這個沉澱 同學再寫一遍 碳酸蓋 CACO3 這個考試也會考 最正確的答案 答案是選 C Bingo 記住喔 這裡把二氧化碳所有的概念都考出來 第四個 二氧化碳在大氣中含量固定 錯 它是一個會變動的 很容易變動的 為什麼 像都市裡面空氣比較汙染 二氧化碳濃度比較高 鄉村 空氣汙染比較少 二氧化碳濃度比較少 所以它不是一個含量固定的 何況 它也不是排名第3的 排名第3的是誰 這個機車也考過了 駭 奶 氧 是氧 機有氣體裡面那個氧 知道嗎 可以用來充填氣球的那個氧 排名第3 第一名是 氮氣 第二名是氧氣 沒有錯 但是第4個錯了 它的含量沒有固定 含量沒有固定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 第18 好來看到第18題來 18題 抹物質的分子式是 X O2 它說它的分子量是64 注意喔分子量是沒有單位的喔 它是一個比較值的量 還記得嗎 好 XO2 分子量就是 化學式裡面所有原子量的核 那現在它不知道 S是多少 要你問你S可能是誰 所以S加2個16 2個16要等於64 所以這個分子量 是不是就是32 32 上面看一看 原子量32的 答案就是誰 當然就是硫啊 硫啊 S啦 答案選 A 所以這個是很基本的 Counting 化學式所有的原子量 就是分子量 OK 接下來我們看到第19題 好19題的題目 不難 你記住 國中所學的物理變化 化學變化 都是 電子 在移動 子子中子在原子核裡面 它是不會移動的 你記住這個基本概念 所以 他說 絲圈跟玻璃 絲圈帶負電 電子帶負電 會移動的是電子 所以我失去電子 就會帶 正電 獲得電子 就會帶負電 所以絲圈 帶負電 它就是得到 電子 答案選 A 那 B跟C 聯想都不用想 為什麼 因為他都在討論 子子跟中子 摩擦起電也好 化學變化也好 子子跟中子的數目 是不會變的 所以B跟C 一定 不考慮了 接下來 摩擦起電 是一種什麼 物理標準 它是電子 移動 本身絲圈還是絲圈 玻璃棒還是玻璃棒 沒有產生新物質 了解嗎 所以 標準答案選 A 好啦 看到二詞題 他說 有一個導線 它截面積 從這個導線 這裡電流流過去 注意喔 其實 其實電線上流的是不是電流 不是 它是什麼 電子流 電流是因為我們平常都用電流 電流用習慣了 所以怎麼樣 將錯就錯 其實真正在導線 在銅線上面跑的是什麼 電子 而電流跟電子流是什麼 相反的 這個觀念一定要記好 好 那這個是電流 電流他說 電流是0.1安培 在10分鐘裡面通過電量 來 電量 Q Q是公式的代號 它的單位是什麼 庫倫 Q等於 I T I 是什麼 安培 乘以什麼 秒 好啦 Bingo Bingo 0.1安培 1分鐘是多少 1分鐘是60秒 它現在是10分鐘 10分鐘就是多少 600秒 所以乘起來多少 60庫倫 60庫倫 所以答案是選 C 好 在這邊 老師要跟同學提醒一下 這個題目只算到這邊 他還可以往下考 他會問你說 多少個電子流過 不要忘了 一個電子的電量是 1.6乘以10的 -19庫倫 老師會給你 考卷也會給你 記住 他如果問你幾個 你只要把這個答案再除以 這個數字 就是幾個電子 注意喔 你不要只學到這裡 因為基本學易測量 同樣的範圍 它不會考一模一樣的題目 但是 觀念一樣 它是會 加一點點 加一點點它的變化而已 所以這個要注意 如果問你幾個就把60除以 1.6乘以10的-19 可以嗎 接下來我們看到 21 21 下列物質燃燒後 溶於純水 會使藍色 10蕾式子變紅色 這跟前面那一題是不是很相似 其實考古題 他都是什麼 不斷的重複 他考的觀念 考的東西一樣 只是他改變了一些 材料 這樣子而已 剛剛 前面幾題不是有講到一個什麼 分態嗎 現在考10蕾 考10蕾式子變紅色 是什麼性 酸性 酸性 老師剛剛已經跟他講過了 酸性 所以哪一個東西 溶於水 之後 洋化物溶於水之後 會酸性 要找非金屬 所以現在答案只剩下V跟豬 V跟豬 可是豬是誰 氫氣 第四個答案 氫氣 D的答案 氫氣 氫濃於水 氫濃於水是什麼 氫 燃燒 是變成什麼 變成水 水 水在溶於水當然還是水 所以他是中性的 第四個燃燒後 溶於水是中性的 所以他是不變色的 唯一一個就是硫 硫燃燒變成二氧化硫 二氧化硫 溶於水變雅硫酸 酸性的 所以 會死死為 氏子變紅色 就是要找 非金屬的氧化物 所以答案是選 V 答案是選V 那AC呢 AC是 鹼性的 氧化鎂 氧化鈉 金屬氧化物溶於水 是鹼性 但是要注意一個例外 氧化銅 氧化銅 他雖然也是金屬氧化物 可是他溶於水之後 他丟到水之後 他是藍溶於水的 他就是中性 所以你不要 注意哦 理化很多這種題目 他討你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但是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就好像導致這句話 金屬氧化物溶於水 鹼性 但是 氧化銅 例外 因為氧化銅 藍溶於水中性 這句話也要補充 記起來 22 在10公升的密閉容器 放了一個 10立方公分的乾冰 使他加熱 有沒有看到 密閉容器 四個字 全起來 剛剛也有一個密閉容器 所以考來考去的觀念 都是OK的 他是由固態變氣態 就是昇華 昇華要幹嘛 要吸熱 好這是 老師順便補充的 乾冰 在狀態變化 物質中不變的 注意 密閉容器 裡面 質量不變 不管你進行的是物理變化 化學變化 質量不變 好那現在是物理變化 他只是 物體變氣體 只是 物理變化 那質量不變 因為乾冰是固體的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 分子量永遠是二氧化碳 不管你是固體 不管你是氣體 質量不變 分子量也不變 所以末爾數算出來 不變 末爾數不變 分子數不變 所以答案是選 第四個 分子數 質量不會變 你固體變液體 跟水變冰也是一樣喔 要記好 冰變水水變冰 剛剛不是有液體嗎 質量不變 一樣 他固體變氣體 氣體變固體 質量不變 質量不變 分子數不變 很重要的觀念 你看這不是同疊的嗎 這都是 很靠近的幾年的考試 所以你念起來 念一題 就可以知道好幾題 舉一反三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到 第23題 23題考什麼 23題在考 聲音的反射 那這個聲音的反射很多同學很怕 不要怕 這小學其實你們已經學過了 距離等於什麼 距離等於速度乘以時間 就這樣子而已 那我們國中有分速度跟速率 所以速度速率後面的考古體也有 老師會再跟你強調 那今天他跟你講說 聲音在0度C的時候正常的速率是331 每升高1度C 就會增加0.6 這就是在告訴你 要怎麼樣算他的速度 所以現在15度C 他現在在15度C做實驗 所以331加15乘以0.6 每升高1度就加0.6 就加了15個0.6 所以這時候的速度是340 340 聲音 像老師現在跟你講話 你聽到了 但是如果我對著 對著 一口井講話 碰到水面 他會反射回來 這時候 就有 去 回來 是 來回的行程 所以這個題目要小心 你 聽到微音的時間 先是0.2 所以 340 去回來要0.2 但是這是兩趟 我只要問你 這一口井有多深 所以再把它除以 2 再除以2 因為兩趟 來回 所以只要算一趟就要除以2 記住 回音的題目 像是考聲納 我們漁船 探測 海底下的漁群 打下去再回來 這種聲納 回音的題目 都要小心 要 算單層 還是要算雙層 就是去回來來回兩趟 還是要只看一層 這個2不是亂層亂除的 技能 好所以約掉 這個0補上去 約掉 所以答案多少 34公尺 所以這口井的深度是多少 34公尺 小心 這一種題目 機側 已經考過好多次了 考聲納 探測魚群的 或者是考你 對井 或者是對牆壁 都是一樣的題目 反射 聲音的反射 聲波計算 最基本的題目 好接下來 我們來看到第24題 好接下來我們看到24題 24題是我們物理學裡面 常用到的函數圖 位置跟時間的關係圖 還有一個是什麼 速度跟時間的關係圖 那這一 那一年的機車他考的是這個 你要記住啊 ST圖 有的 版本是講 ST圖 就是位置跟時間的關係圖 他的斜率 就是說 他這條線 所傾斜的程度 代表的就是什麼 代表的就是你的速率 就是你 時間的變化量 位置的變化量 除以 除以 時間的變化量 這叫做速率 那還有一個題目 老師講完這一題 你要特別小心 你要去想想 那另外一個 速度跟時間的關係圖呢 這個機車 在後面 也有考到 所以這個東西都是 頭歸為同一類的 那這個題目很簡單 你只要看哪一條線 哪一個線段最陡 你看 從這邊過來 這個地方是不是最陡 就是 時間 同樣的時間 我的變化 我的位置 變化的量 最大 就是代表我的速率最大 所以平均速率最大的答案是選 丁 就是選第四個答案 第四個答案就是在這一段 這一段 了解嗎 好接下來我們看到 25題 25題在考什麼 電解 記住哈 這個電解就是 電流 的 化學效能 那你記住 不管 國中的電學你要記住 國中的電學 你一定要記住一個概念 什麼概念 在電解 不管是電解水啊電解硫酸酮啊 你要記住一個很基本的概念 是什麼概念 電磁的正極 以電磁當標準 接電磁的正極叫正極 接電磁的負極叫負極 我們把它簡稱叫做 正正相接 負負相接 接電磁喔 要找到電磁喔 這個正正相接負負相接的意思 就是 電磁的正極 接電磁正極就是正極 接電磁的負極就是負極 好那你看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他的甲 是正極 所以 甲是正極 乙是什麼 負極的話 他說什麼 他說電解反應是將電能轉成化學能 注意 是用電來進行化學變化 沒錯 所以第一個沒錯 但是不要急 老師講過 第一個是答案 但是後面還是要 看一下 比較一下 第二個答案 電解進行時 甲會得到 什麼 來注意 正 癢癢 你就這樣 身上好癢喔 電解水就這樣記 正 癢癢 好癢喔 吃那個也癢 吃這個也癢 就是正極就是癢極就是癢氣 所以電解水的話 你記住 正極產生的一定是 O2氧氣 你就這樣子 好癢喔 正癢癢 那負極當然就是誰啦 因為水是氣跟氧結合的 當然就是氫氣 這樣要記住 這樣就不會忘了 所以他說甲是產生氫氣 錯 甲一兩個用 加你的電源 注意 電解一定要用直流電 因為你用正負電的話 你用 交流電可以 但是你得不到 同樣的 實驗結果 如果用交流電的話 會兩根管子 都有氫氣 也有氧氣 是混合的 體積會1比1 那你用直流電的話 他就會得到 純氧跟純氫氣 所以實驗結果是不同 他說相同 錯 第四個答案 他說 低 少量的氫氧化鈉 氫氧化鈉在這邊不參加反應 他是幫助導電 加強酸強酸是幫助導電 所以在機車的考場 你記住一件事情 只要看到 電解氫氧化鈉 電解氫氧化鈉 電解瘤酸 強酸強檢的話 你記住 這個題目 就是在考 電解水 電解水 因為這時候氫氧化鈉跟 硫酸 是不參加反應 是幫助導電的 所以唯一正確的 就是我們第一個答案 電解就是電流的 化學效應 所謂的化學效應 就是變成化學 所以答案選 A 老師補充的觀念 你一定要記住 不要只記得 電解水 產生什麼東西而已 記得嗎 這個考試都會考 下次 還是不斷的在考 重點 永遠是重點 那你記住 老師在這邊 速度快 就是要讓你感受 基本學力稱 解題的那一種節奏 你不能說 老師在講 你跟不上 跟不上 你就要記住 想辦法 趕快把這個觀念搞清楚 你跟得上 節奏 你上 機策的考場 你題目就會寫得很順手 接下來我們看到 第26題 26題在考你什麼 道我吞原子說的方法 老師前面有講幾題 那是 前幾年機策考過的 那機策也有考過這樣的 道我吞原子說 你看 甲 乙 丙丁 這是反應物 這是後來的結果 那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圖你會覺得很奇怪 甲這兩個黑色圈圈 怎麼跟丁兩個黑色的圈圈 兩個黑色的圈圈 長得一樣 那就是代表什麼 代表一樣的東西啊 那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甲沒有願望 所以他問你 他說 請問根據這個圖 他說 反應物為兩種不同的元素 來 他是同樣的 原子所組成的 是元素 沒錯 什麼叫做化合物 不同的原子 比如說 一個黑 一個黑 一個白 這就叫化合物 懂嗎 那這個元素 沒錯 第二個 深層的 餅 喔 就是這個了 餅就是化合物 沒錯 不同的 顏色的圈圈 丁 是新深層的錯 丁 就是甲 而且是甲剩下來的 甲剩下來的 甲沒有用完剩下來的 他說 是新深層的錯誤 所以 正層要你找錯的 答案是選 C 答案是選 C 好 這樣子同學了解這種 速度跟節奏了吧 要背得清楚 計算 要馬上知道觀念 而且要正確 好接下來 老師要為你介紹第27題 請 試試試看